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闻小孩在国外生病了 没有父母不担心的 可能的话 这里前一句中的主语是親父母 那么后一句中 所作的假设应该是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可能的话 那么父母应该会做怎样的事情 后下应该是与父母相关的事情 而选项中满足这一条件的只有三 应该很想立马过去照顾的吧 而选项一二四 这都属于子供小孩为主体做的事 不合提议 第三题的正确答案是四 这个题根据题杆 我们可以推测出前后下应该属于转折关系 选项二 就是一个一般的瞬间关系 表示应该说过 选项三 属于英国关系 表示多亏了说 都不合前后逻辑 选项一 既可以理解为一边一边 也可以理解为转折关系 表示虽然相当于けれども 也不合提 这个题中想表达的意思是 不管谁说什么 我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心 这里不光是表示转折 还更有让步的意思 而选项四 相当于 正好符合这一语意 是正确答案 第四题的正确答案是二 这个题的意思是 隔壁大妈很喜欢聊天 碰上后怎么的都得聊个半个小时 表示一旦有了前向动作 就必定会带来后向的事态 符合这层意义的只有选项二 甚至选项中 选项一 表示最后 结果 最终于表达某个状态持续 最后所带来的是后向的一个不良结果 比如说 考えたわけく この家を売ることにした 选项三 选项に 表示动作事情紧接地发生 选项四 ばっかりに 表示正因位 就因位 最终于强调 仅仅因为模式 就导致出现了后向的不好结果 比如说 仅仅がないばっかりに 妻にばっかにされている 所以这三个选项都不符合体需要排除 第五题的正确答案十二 这个题考察了ところ相关的几个用法 选项一 たところ 表示偶然的契机 通过前向动作发现了后向的既定事态 有点类似于 たら 以后向过去实现呼应的用法 比如说 彼に電話したところ 留守だった 再开选项二 たところで 虽然形态上只差了一个で 但是用法上差别还是很大的 代表是 即便做了 也是白做的意思 有点类似于 でも的用法 选项三 ところに 表示正在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个ところ有点类似于 とき的用法 选项四 ところを 也可以翻作正在什么什么的时候 但是一般用于顾及对方状况 担心给对方造成麻烦 而盗窃 致谢的时候使用 所以综合分析判断下来 符合提议的只有选项二 ところで 表示 要是里面有现金的话 那你再怎么找 这掉了钱包 他也不会再回来了的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学习 第十一课 目的き 手段 和第十三课 可能不可能 禁止 首先请大家翻到教材第十一课 在这一课中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三个句型 两个表示目的 一个表示手段 首先表示目的的句型 过去我们学过很多 最典型的就是 ためために 这个句型 这个句型就在动词原型后面 或者名词叫 の再加 ため ために 来使用 比如教材中复习部分的第一个例句 首相は 主要国首脑会議に出席するため 今朝10時に日本を立った 首先今天上午10点离开日本 去参加主要国家首脑会议 当然除此之外 表示目的的句型 还有 にわ ように 等等很多句型 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做复习了 今天我们要学习两个表示目的的句型 分别是 べく 和んがために 我们首先来看 んがために 这个句型 和我们刚才提及的ために 比较相似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两点 一 结局上不同 んがために 前面只能接动词 而且是动词的未然型 而ために 则连接动词的原型 并且还可以连接名词 第二点 んがために 是文语表达形式 属于书面用语 不能用于日常生活的场合 而ために的用法 就相对随意一点了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んがために的用法 首先是接续 刚刚也提到了 前面临近动词的未然型 但是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两个动词变形 一个是する 应该是se 而不是si 便是senがために 另一个是kuru 希望大家别忘了 它的未然型是ko 便是konがために 从意义上来看 和ために差不多 表示目的 可以直接翻作为了 用日语来解释的话就是 という目的を持って ある行為をする 所以比如 いかんがために 基本上就等同 行くために 下面我们来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一句 彼女はかしゅになりたいという夢を ちつけさせんがため じょうきょうした 他为了实现当一名歌手的梦想 去了东京 再看第三句 自分の利益を えんがための発言では 人の心を動かせない 为了摸取自己的利益 而做的发言 是无法打动人心的 像这句话中 んがため作为定语修饰 后面名词的时候 要加の 再修饰名词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个补充例句 第一句 とみとちいをえんがために 彼はいかなる手段をも使った 为了得到金钱和地位 他不遵手段 再看第二句 こうした生活上の規則は 多くの人たちが 気持ちよく生きていかなために 定められたものです 这些生活上的规范 是为了大多数人 能够心情愉快的生活下去 而制定的 从这些例句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んがために 这个句型前面連接詞 一般都是 较为重大的目的 使用的动词 一般都是意志动词 而且 这个句型表示 为了某个目的 要去做模式 因此后想 肯定是带有 个人意志的行为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 1 纵观三个选项 只有选项1 采取强硬手段 使带有个人意志的行为 符合剧情要求 实际上2和3 分别表示状态 结果 并不带有任何个人意志 因此需要排除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另一个表示目的的剧情 beku beku这个句型 和我们熟悉的beki 源于同一个词源 beishi beki属于连体型 beku则属于连用型 因此这两个句型的前向 继续法是一致的 直接连接动词原型就可以 比如 darubeku kaiqetsusurubeku 当然有一个动词比较特殊 surubeki也可以写作subeki 所以subeku 自然也可以用subeku来表示 比如刚才的kaiqetsusurubeku 我们也可以说 kaiqetsusubeku 从意义上来看 beku也表示目的 为了某个目的而做某事 和ために 很多时候可以相互替换 只是语感上会有些差别 beku更还有一种 所做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义务 用日语来解释的话可以理解为 touze shinaku te wa nalanai tomou koto shiyo tomou te alukou yusuru 比如我们来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一句 kare wa zakha senjuになるbeku 毎日厉害的練習をしている 他为了成为足球运动员 每天都在接受严格的训练 再看第二句 新型の機械を購入するbeku 社長はいろいろ調べている 市长为了购买新型机器 做了很多调查 请大家再看两个补充例句 第一句 kita ni soubeku 努力します 努力做到不辜负您的期待 第二句 多くのボランティアが 日差しを救援するべku 日差しの交代に向かった 很多志愿者为了救助灾民 去了灾区神户 通过这几个例句 我们可以看出 beku这个句型 对于前后下内容的要求 和んがために一样 前下要求使用意志动词 而后下也应该是 带有个人意志行为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我们选一 三个选项中 表示带有个人意志行为的 只有选项一 彼は必要な種類を揃えた 他凑起了所有bebe的资料 选项二 必要な種類が揃った bebe资料齐备了 属于状态描述句子 选项三 必要な種類は何ですか bebe的资料是什么 仅仅是一个疑问句 不带有任何意志 因此选项二和三 都不可拒议 应该排除 接下来我们看 表示手段方式句型 おもって 这个句型大家应该并无陌生 曾经在第二课中 已经出现过 就在表示时间 数量的名词后面 表示心灵范围 比如说 8字をもって 閉店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50点をもって 満点とします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 它的另外一种用法 お手段として 歩くを用する 表示方式 手段 类似于过去我们学过的 で によって 的用法 但是所不同的是 おもって おもって 叫为书面化 比较深硬 一般链接的名词 不能是日常的一些具体道具 或者方法 请大家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一句 本日の採用試験の結果は 後日 ふうみまんての中華料理をもって 中華料理をもって 最新の医療技術をもってすれば 人はさらに寿命を伸ばせるだろう 最新的医療技術能让人更加長寿吧 在这句話中除了提示 最新的医療技術这种手段 更大有种对最新医療技術高度评价的语气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正硬的答案是二 前面我们讲到 おもってすれば 这个怪物形式隐含的意义是 对于前向这种手段 方式的高度评价 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出 后向也应该是正面 积极的评价判断 符合这一点的只有选项二 せいこうはまちがいないだろう 以他的实力应该能成功的 而选项一和三都属于负面的评价和断定 不合句 应该排除 接下来请大家翻到教材第十三课 かのふかのきんし 在这一课中我们将一起学习六个句型 其中一个表示可能 三个表示不可能 两个表示禁止 首先是关于可能的表达形式 在NR中曾经出现过一个表示可能的句型 うる 前面接动词的mas 形表示能 会 比如说 考えうる 能想到的 起こりうる 可能发生的 大家可以看教材中复习部分的第一个例句 これが今考えうる最良の方法なんです 这是如今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个句型在否定形式和过去时中 得这个汉字读音会发生变化 读作え 分别为えない えた 比如 ありうる的否定形式应该为 ありえない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句型 にかたくない 这个句型其实就是がたい的否定形式 这里千万要注意がたい的否定形式 并不是がたくない 而应该是我们这个句型にかたくない 所以がたい表示很难 难以做模式 那么にかたくない的意思就是不难 可以轻按一举的作案模式 用日语来解释的话可以理解为 たやすくできる その状況を考えると 実際に見なくても 何々することは難しくない 在使用的时候 一般前面连接名词 这个名词一般都是 撒遍动词词干 或者连接动词原型 但不管是名词还是动词 一般都只限于表示心理状况 思考方面词汇 常见的有 想像する 理解する 同情する 察する 等等 请大家看一下他中的理句 第一句 出来上がった作品を見れば 彼のこれまでの努力は 想像にかたくない 从完成作品来看 不难想像他迄今为止 所付出的努力 这个句子中 にかたくない 接在名词 想像的后面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改作 想像するにかたくない 用一个动词形式来表示 再看第二句 愛する人を失った彼女の悲しみは さするにかたくない 他失去了心爱的人 那种悲痛不难想像 我们再来看两个补充例句 第一句 このままでは将来 どうなるかは想像にかたくない 这样下句话 不难想像将来会怎样 さか第二句 豊かな社会に憧れる 開発と両国の人々の気持ちは 理解するにかたくない 发展中国家人们 向往富裕社会的心情 是不难理解的 下面请大家做个練習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一 在这里主要从语意来进行判断 にかたくない 这个句名前面连接动词 一般都是描述心理活动的词汇 通过这一点 我们首先可以排除选项三 表达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题概来分析 知道真正的病名时 他内心的感受不难 选项1さする揣测想象 选项2吃惊 明显在这个句子中 应该是不难想象 他当时内心的感受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1さする 另外这里要补充一点 表示不难容易的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句型 やすい 那么这两个句型之间 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情况下 やすい用于表达对象的客观性质 比如書きやすいペン 好用的根笔 あにかたくない 主要连接描述心理状况的词汇 属于唤起同情同感的句型 比如 あなたの気持ちも理解するにかたくない 不难理解你的心情 请大家看下面这组例子 理解区分一下 理解しやすいないよ 那就是指内容明了 意语理解 理解にかたくないないよ 这次主要抒发同感之一 内容不难理解 接下来三个句型 理解动词的原型 后半部分连接动词 可能形态的否定形式 请大家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二句 重要的資料被小孩给弄脏了 欲哭无泪 我们再看第三句 彼女は挨拶もせずに 会社を辞めた 何か言うに言えない事 があったのだろうが 他没打声招呼 就辞职了 应该是有什么 难以诉说的事情吧 下面我们再来看 另一种形态 無用にもない 这个剧情中 前半部分连接动词 未然形 后半部分 与前一种形态一样 连接动词 可能形态的否定形式 请大家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四句 連絡先はわからなくて 連絡しようにも 連絡できなかった 不知道联系方式 想联系也联系不了 再看第五句 当時 子供がおもちゃを欲しかったが お金がなくて 買ってやろうにも 買ってやれなかった 当时小孩很想要玩具 但是因为没钱 想给他买也买不了 这个句子中表达的是 买给小孩 所以还用了一个 瘦瘦关系的不住动词 でやる 買ってやる 那么这两种形态 在使用时 是否完全一致呢 我们说在语感上 还是会有细微的差别 我们教材中 把它们归纳为 一个是心理的基準 一个是物理的基準 具体来说也就是 にない这个句型中 说话人自己心理上 已经认定此事不可能 而無用にもない 则侧重于表达 个人意愿上想做 但是由于外部状况的限制 而做不到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的正确答是二 这里我们首先可以通过 接续排除选项三 再看选项一和二 这两种形态表达都存在 那么到底是心理上 以认定不可能呢 还是由于外部客观状况的 限制而不行 提案中提示我们 手受伤了 属于外部状况 因此这里符合 具体应该是选项二 下面请大家看教材中 第三个句型 でいられない ではいられない 这个句型前面 人间动词は定心 表示 時間的精神的余裕がなくて 何々の状態でい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从心情上不能做模式 或者不能让某种状态 继续下去 隐含必须做另一件事情的意思 一般翻作不能 在这里希望大家掌握两点 一在这个句型中 主语一般都是第一人称 第二点 这个句型提前给我们的语感是 不能再持续某种状态了 必须立马进入下一个动作 请大家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一句 やると決めたら のんびりしてはいられない 今すぐ準備を始めよう 决定要做了 就不能再这么悠闲了 这就开始准备吧 这句话中表达了 不能再保持这种 悠哉悠哉的状态了 必须得进入下一步行为动作 準備を始める 开始做准备 我们再看第二句 あれだけひどいこと言われて 私も黙っていられなかった 被人说这么过分的话 我实在无法保持沉默了 请大家再看两个补充一句 第一句 もうすぐ試験だから のんびり遊んではいられない 快考试了 不能悠哉的完了 再看第二句 A社の党さんを一言と笑ってはいられない 不能把A公司倒闭 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来谈笑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我们选三 这一题刚给的较为抽象 こうしてはいられない 不能再这样了 那么言下之意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其他的事情了 三个选项中表示改变状态 进入另一具体行为的就选项三 すぐにいってみよう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的是 在想要强调状态过度时 这个剧情中可以添加ばっかり 尽强调 变成でばっかりはいられない 比如说 いつまでも投げてばっかりはいられない 不能总是安身叹气的 下面请大家看教材中第四个句型 別語もない 这是一个比较深硬的文言表达形式 表示某种希望出现的事情 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 用日语来解释的话 可以理解为 その状況では当然できない したくてもできない しようにもできない 一般记载动词原型后面 比如说 知るべくもない 想像するべくもない 当然する是个例外 既可以说するべくもない 也可以说すべくもない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 beku这个句型的时候 也已经提到过 beku和beki都来源beci一词 所以在积极上 beku和beki也是一致的 那么在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一般情况下 连接心理动词比较多 比如说 考える 想像する 知る 等等 下面我们来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一句 その画が偽物であることなど 素人の私は知るべくもなかった 我就一个门外汉 不可能知道这幅画是赝品 再看第二句 状況から見て この男が犯人であることは 否定すべくもない事実であろう 从这情况看来 不可置服 这男的是犯人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个补充的一句 ゆうしょうはのぞむべくもない 多怪也没有指望 再看第二句 そうしたいのは山々だが 今の僕には 君の救助をすくべくもない 虽然非常想 但现在的我 无法把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接下来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二 这里主要从余地上进行判断 提干中的意思是 地球环境恶化 一世已经没有 如何如何了 再看三个选项 分别表示相信 怀疑 理解的意思 而环境恶化 一世已是既定事实 因此 无法相信 无法理解 是不合事实常识的 就选下二的 うたがをべくもない 不能怀疑 无法怀疑 全是符合句意的 接下来两个句型 都属于表示 禁止的表达形式 请大家看教材中 第五个句型 べからず べからざる 这个句型 其实就是べきだ 相对应的否定形式 所以积蓄上 同样式的动词 原型后面就可以了 表示するな してはならない 虽然说表示禁止 但这个句型 表示并非个人判断 而是侧重表示 从一般观念上来看 不能容许 所以像 べからず 这个句型 一般只能出现在 告示板 注意事项等等地方 请大家看教材中的例句 第一句 きげ たちいどべからず 危险 勤募入内 这个例句前面括号中 提示我们 就是张贴在工地上的告示 比如我们经常可以在 公园 广场的草坪上 看到这样的告示牌 勤募践踏草坪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翻成 シュバフに入るべからず 我们再看第二句 ここで釣りをするべからず という盾蓋が立っているのに 何人か釣りをしている人がいる 明明告示板上写的 勤募再次垂钓 但还是有几个人在钓鱼 这个句子中也一样 べからず 这个句型用于告示板上 如果说口语中要表示 禁止做某个事情 那么可以直接用な 像我们复习部分 第三个例句 ここで釣りをするな 这么说就可以了 只不过注意的是 な一般只有男性才使用 另外べからず的连体形式是 べからざる 如果后面还有名詞需要修饰 那么就使用べからざる 可以翻作 不能什么什么样子的 不该如何如何的 比如说 許すべからざること 不能原谅的事情 かくべからざるもの 不可或缺的东西 请大家看教材中第四个例句 経験者にとって 決断力はかくべからざるものである 对竟然者来说 决断力是不可或缺的 同样的我们可以模仿 这个句式造个句子 在当今社会中 计算机已经成为 不可缺少东西了 コンニチの社会では コンピュートはすでに かくべからざるものとだっている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我们选一 三个选项均表示 急快速意思 但是beからざる 前面直接动词 所以首先可以排除选项二 はい 再来看选项一和三 选项一可以表示个人意志 另一个是自动词表达 变快 只是一种状态描述 不代表个人意志 而beからざる 禁止做模式 应该是由意志所控制的 人的一生不可以太着急匆忙 所以由此判断 我们可以选出答案 应该是选项一 いそご 接下来我们看 另外一个表示禁止句型 也是本课中最后一个句型 まじき 这个句型前面连接动词原型 在整体来修饰后面的名词 比如说 あるまじきこい 許すまじき犯罪 来表示处于某种立场 或者某种身份的人 所不应有的 不该做的 用日语来解释话 可以理解为 その立場から 道徳的きに考えて 何々してはいけない 这个句型中请大家注意 他必须获取名词 类似于 こと 行為 発言 態度等词 并且 にあるまじき としてあるまじき 几乎已经成为 惯用形式在被使用 勤勉连接人物名词 来强调与其资格 地位 立场的不相称 比如我们来看教材中的那句 第一句 その大臣は政治家にあるまじき発言で 自民に追い込まれた 家どうしてあるまじきこいだ 用患者作为人体实验 这类事情 是身为医生 不应该有的行为 下面请大家做个练习 这个题正确答案11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接续 排除选项2 差別自する 因为まじき 后面应该后续名词 来进行修饰 题材中 指導者にあるまじき 也是领导所不应该有的 从语义上来进行分析 符合提议的只有 选项1 空用した 他做了身为领导 所不应该做的事情 而选项3 能力がない 如果把题材改成 あるべき 那就对了 没有领导所应有的能力 最后 请大家完成下面五个 课后练习题 以加强巩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